大家好 我是暴力 我的频道叫做暴力生活志 顾名思义任何和生活上会接触到的东西 都包括庄外 有好的东西当然是要和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贡猜到我们之前一条片 所提倡的好好生活精神 由最基本开始讲起 好好呼吸先 在这个这么繁囂的城市里面生活 其实我们要好好呼吸一口 新鲜洁净的空气 不是那么容易 香港人多车多些楼 又在这里密密麻麻 随时对面屋的污染物 都可以很轻易飘到你家里面 所以我就想 其实现在香港有很多人 家里都会备备一部风气升升机 我们之前也有一部 因为阿美的气管就不太好 家里有多猫 多猫没出来飞 所以就想看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改善 至今阿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谢 对于这部上一部的空气升升机 依然会时不时被敏感 又狂打黑痴 日呃夜呃 又说很多层 又说不停留鼻涕 又说鼻子很痕 那些 烦了妈妈明的 但这次阿美 你又够了 多谢来自美国的医疗设备品牌 Airgo 宝贵了这部AG300家用版的 医疗级空气洁症清新机 除了外国和本地医院都有使用 诊所都有使用之外 连美国太空总船NASA 游皇国的皇室 都是用他们的 都是用家之日来的 所以听起来 它的来头确实是不小的 听说还是空气清新机界的爱马仕 而事实上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出色 那就请大家继续看下去 暴力会为你测试 这一部 港道上去太空那么厉害 价值6000港元港元的空气清新机 如果大家都想看多些不同 好生活的好产品 相机的评测 或者街拍记录等等 科技产品等等 记住订阅我这个YouTube频道 旁边的钟仔记得要暴力点 替我按它 而且要设置全部通知 你才会收到我最新影片的发布 那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跟大家开我相思 打开了纸盒之后 抽出纸皮板就会见到说明书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Aergo AG38专用的遥控器一个 然后就是一个三脚插头的电源线 抽出这个发布胶板 就会见到我们今天要开箱 Aergo AG38的本砖 开箱就是这么多的了 好了 箱就开完了 一样跟大家由它的外观开始进行评测 它的体积方面就同一个A4纸的纸箱 差不多大了 顶部也有一个手柄 方便你可以随时拿起它在家 周围移动使用的 这一种就是在用家角度出发的设计 也是我好欣赏的一点 你不用整天整部机抱起它 真的走路 不用弄弄了 要减少你 聊得有 我们最好欣赏 内在方面Aergo的AG38 其实它拥有三重过滤和杀菌的技术 第一点是它拥有H14医疗级 Hyper超高效的一个类网 可以过滤到99.99% 超微小的细菌 病毒 粉尘 动物的皮舌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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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污染物液 那观众应该都会想问 喂 那Covid-19这些什么病毒 过不过滤得到 现在我们最怕是它 Covid的病毒大小 大概是0.1微米 那这部机可以过滤少至0.003微米的物质 但是我带回一个很大的头盔 是99.999%过滤到 OK 不是100% 第二 除菌的效能方面 它是配有全球第一款光束煤加UVC组件 可以将细于0.01微米的污染物准化 同时都可以分解夹全揮发性的东西 和异味等等的 而第三重就是说特级活性碳类网 亦都是用于可以去除装修气味 和家中气味 异味等等的东西 例如暗门在这边夹 说什么甲油味 或者蒜头 Gugu 它们三只猫 那些臭臭味 或者我们煎圆牛扒 那些油衣味 都可以的 还有一点是 它是100%高压全蜜蜂的设计来的 确保内部的零件在长期使用之下 都可以补结到干净 稠症 维生 同时都可以防止到这个灰尘 在它的缝盔里排出 因为它是密封的 造成二次污染这个问题 是可以倒着到的 第二样东西我认为都很值得去赞扬 就是它的超正音技术 做得非常出色 是可以做到32-65 低分费的一样东西 那让我们试试这个毒素 看看它有多整 它现在是有四段的风速的 开第一和第二段的速度来说 真的没有一种抽气或者运行的声音 是很安静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的这个 分贝计它的毒素是多少 而开大一点 去到第三第四段 扇液转动的声音 就明显大一点 但是呢 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来的 毕竟你在家里面 都很少机会要开到最高速的 除非你真的在煎牛扒 那AG300的适用范围 是高达390平方尺的 那对于香港的来说呢 我自己觉得都算是够用的范围 另外也想赞一下Aergo 它在环境保护上面的付出 就是大家这些大企业 是要做多些环保的事 它们的产品除了拥有 美国能源之星 和美国ETL电子安全认证之外 都会有美国ARB的零臭氧保证 也确保整个淨化过程里面 是不会产生臭氧的 节约能源的同时 亦都可以保护环境安全 而实际使用上 和大部分智能家电都一样 Aergo也是提供一个WiFi连接 和手机APP去控制的功能 除了可以知道 实时室内空气的质素水平之外 用家亦都可以透过APP 摇距去设定空气先生机的空气输出量 正花时间的长短 和一个超障落等等 滤网的寿命亦都是可以查看得到的 好样的用家是可以随时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换滤网呢 要换滤网没有呢 这个滤网现在是不是很骂呢 等等 好了 我也准备了一些 情景的实景测试给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到底它用前和用后分别是多少 好了 首先是煎牛扒测试的 在煎牛扒之前 手机的毒素是凉的 在弄完一轮的油烟 下了蒜头 起了扒 煎了东西之后 在中段我们测试到 其实那个毒素已经是轻度污染 是很快已经轻到污染了 因为看到油烟都是非常之厉害的 等一切都上好碟 准备吃的时候 已经去到严重污染了 在严重污染的时候 我就会把Aergo AG300 开到Turbo最大 在5分钟的计时之后 准备完结的时候 你见到已经去到 回到正常量的毒素了 再来就是试试和蒜头 谷谷 支持他们玩完猫之后 发现那个空气的毒素 都叫做一般的 是good的 我也是开这个Turbo的情况 就已经在5分钟之内 变成excellent的了 它都有5个风促 可以给你去使用的 可以依据了你的实际情况去到选用 就好像你煎完油烟的味道 超大 很多烟 其实我就直接开到最大Turbo 而它也有一个睡眠的模式 可以很安静 安静到你不觉得它开机的情况之下 都在淨化你的空气 好了 Aergo AG300 它的售价是港币6,880元 而AG300的类网套装 售价是980元 有两年的原厂保养 最后记得 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 有需要需要购买 今天影片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部影片 记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旁边的钟姐 帮我大大力地按它 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发布 记得要订阅全部才有 OK 尊息也可以follow my Instagram 因为我有很多不同产品的开箱 使用会首先透过Story的方式 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这么多 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